这个故事是真实人物 他叫蔡静宏 住在美国 是一个企业家 而且年纪轻轻 就管理一个企业 非常的大 是科技业的 他因为赚很多钱 所以他平常都接受人家应酬 什么三针海味他都吃过了 所以他就有一记名言 日死万钱 有五下住处 就是花一万块的钱 一万块的美金 没有下筷子要夹的东西 他都已经吃过了 这个意思 他把一般人 二十年的肉食量 用五六年就把它吃完了 结果有一天 他刚好要带太太回台湾 要结婚 到他朋友那边去 他朋友也是个医生 他的朋友的太太乳癌 他去看他的朋友 他朋友说 那你要不要顺便照一下呢 结果他一照 他得了骨癌 他非常的紧张 因为他正要结婚 四月才刚刚起步 他要人生的美梦要开始 这个发生在1997年 他29岁的时候 他的手臂关节 就是这位本人 这个蔡进逢 他现在住在美国 他这个手臂 就是这个关节 得了一个癌症 得了一个癌症叫 尤因氏癌 翻成英文叫 E-W-I-N-G WIN S-A-R-C-O-M-A SACOMA WIN SACOMA 就是尤因氏癌 医生说 他只剩下六国医的生命 这项判解 犹如晴天霹雳 他人生全部崩溃了 有生以来第一次 他投降了 那么他在医院 死亡线前 他身心受尽折磨 他每三个礼拜 要做一次化疗 因为化疗的药物 会造成血管硬化 所以他胸骨就开刀 因为胸骨这边 针孔都不行 所以导入人工血管 插在这边挖一个洞 要注射那个化疗药物 每一次要注射 160个小时 七天内不能够拔出来 那七天 他都在昏迷状态 昏迷状态不行 那么后来 癌细胞从五公分 长到七公分 医生宣告化疗失败 给他两个选择 一个令寝高明 二死马当活马医 他找的那个医生 是全美国三个 最前卫的医师 治疗上千个骨癌患者 这个时候 蔡进宏面对死亡这一刻 他内心恐惧 孤单无奈 一辈子刻骨骨骨骨心 他是引用这样的 一个诗文 胸口如有千斤顶 那个针筒是千斤顶 因为要注射那个化疗药物 那个血管要用七天 住160个小时 所以说胸口如有千斤顶 骨铁禅喘一丝流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断肠禅喘 如注中天如深夜 河风洗澡心火魂 大姐将注黑白线 空有蓝色且耐火 老手家手无名千 归气来西归气来 后来他生病前 他没有宗教信仰 他觉得人可以胜天 一直到被医院宣布放弃了 他才了解人的渺小 还醒自己这一生 照做开始接触佛法 那么他领悟到一个道理 他认为菩萨度人一个顺度 一个逆度 顺度比较乖的这些同学都叫顺度 他会听经文法 会做善事 这叫顺度 逆度呢 你不听 就让你得了这个恶病 这个叫做逆度 他后来他就天天读地藏经 他读到触目金星 汗流加倍 他说里面讲 其行各异 经文里面讲 其行各异 或多守多远 多主多佗 口雅外出 利润如鉴 其出罪人 使尽恶寿 或到上刀山 或下油锅 或斩首或截主 或山压成泥 或火烤成炭 忽有铁音淡罪人目 忽有铁舌绞罪人井 拔舌更离 搓场搓展 羊筒贯口 若铁缠身 万死千生 他讲到这里的时候 他说 这个鬼王怎么这么凶 他说原来 他以前吃鸡排 他吃牛排 他吃炸鱼 他说炸鸡炸鱼 不就是下油锅吗 那吃鸡排 牛排不就上刀山吗 他说鸡朵红爪 不就斩首截止吗 香肠烤肉 不就山压成泥吗 火烤成炭 吃鱼的眼睛 那不就铁音淡目吗 那吃那个大肠鸭舌 不就把手抽肠吗 他说过去 我就是这样 那我就是那个异族 那个饿鬼 那个夜叉 他从这样去领悟 后来 他跟菩萨发愿 他说做人要有个仁慈的心 他说我们 我没有一个众生厌利 把他的生命给别人夺走 他说我们真的是要去夺起 有灵性的生命 才能满足吗 他说分析到最后 只剩下一个口欲 贪吃 他后来就跟菩萨发愿 他说他因为奇迹出现 所以他就到鬼门关前 不断地这样的反省 后来他就发愿 他就生生世世要吃素 然后生生世世跟观世音菩萨行菩萨道 后来他的奇迹出现了 他开始体验吃素 他从吃早灾 再到午灾 到前日都吃素 当他这个报告出来说 他已经吃了11年 他的癌细胞再去检查 医生说他癌细胞已经全部没有了 这是他在美国 欠人家吃素的镜头 这是他在治疗化疗的镜头 然后这个是他当时在医院的镜头 他最后他的癌细胞全部不见了 他洗了两个愿 一个是吃素 一个是生生世世跟随观世音菩萨 后来他开始吃素以后 他病也好了 病好以后 他领悟到一个道理 他说一般人把我多活下来的奇迹 归功于素数对健康的正面效果 但身为佛弟子的我 了解因缘果报的道理 我对于我能够及时悔过忏悔 原来我以前吃那么多牛排 猪排 鱼排 我就是那个义主 那个恶鬼 那个楼叉鬼王 他从那边开始忏悔 他及时的悔过 忏处自己的业障功德 他深信不疑 所以呢 这个蔡静隆 蔡基士 他能够活过来 从鬼门关再回来 我觉得他有领悟 他领悟什么道理 就是我在写《自苦落法》里面 那本书里面讲的 我说这些生命的勇士 从鬼门关回来以后 他们消除病苦的模式 大概有八种 第一个 病恶降临 就是病苦降临 第二个 受病苦的煎熬 第三个 病苦 第四个 还醒 第五个 忏悔 那么第六个 体悟 第七个 发愿 第八个 改变命运 那么这个蔡静隆 居士呢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 虔诚的心呢 后来呢 恢复的健康 现在到处在鲜养 这些有机素食